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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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或者前啡色的斑块 称为雀斑 一般就是刚才说到我们面颗位置 云青位置 手的地方比较多 一般都比较小 属于前啡色 就是当我们曬得多太阳的时候就会走出来 刚才也有提到太阳斑 其实太阳斑是怎样的呢 跟雀斑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我们说到太阳斑 其实有少少不同的 虽然颜色都很像 但一般太阳斑其实啡色会深一点的 而可能我们常见的地方 就是刚才说到拳骨的地方 就会更加大了一点的 刚才说到的雀斑可能一两个毫米左右 但如果太阳斑一般可能五毫米 甚至乎一个厘米以上的 通常都是圆形 椭圆圆 拳骨的位置 或者云青的位置 都是常常晒太阳 紫外线引起这些这样的太阳斑 一般我们见到那个边界 就是那个斑块 跟正常皮肤中间边界都比较分明一点的 就是如果我幻想一支笔 其实我画到那个边界 这个太阳斑的机会就会较高了 刚才也有提过荷尔蒙斑 这个名字也挺有趣的 其实是跟我们身体里面的荷尔蒙有没有关系的? 其实荷尔蒙斑就比较棘手一点的 待会也会说到治疗上 荷尔蒙斑是比较难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的 但荷尔蒙斑的确实跟荷尔蒙有关系 我们一般说到荷尔蒙斑有三个最重要的因素 有先天的因素 基因 即是我们天生 我们家族里面容易有荷尔蒙斑的倾向 我们有的机会都会高一点 第二 的确实当有荷尔蒙的变化的时候 荷尔蒙斑也会差一点 包括了什么时候我们的荷尔蒙的变化会多一点 可能怀孕期间 或者吃荷尔蒙的药物 包括了避孕药 或者荷尔蒙补充剂 或者当我们更年期的时候 当我们的荷尔蒙的变化较大的时候 亦都容易令荷尔蒙走出来 第三个因素就是紫外线 其实很多时候说到色素 紫外线都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出了荷尔蒙斑的话 一般就是说到我们面颗的位置 有些时候没有那么常见 但是譬如额头的位置都会有荷尔蒙斑 另外因为它们的色素是比较深一点的 可能去到真皮层的里面 所以我们目测会看到它比较灰色一点 甚至有轻微的纤色 一些蓝色和紫色都有机会 所以这些荷尔蒙斑 其实如果我们看到的话 我们治理的方法就会比较棘手一点 至于也有就是老人斑 其实大家都想知道是否老人家才有 我们不用那么担心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名字 叫做老人斑 其实也是的 而且确幻想老人斑的机会会高一点 不过也不要这样类似了一些人是老 其实真正的学名叫做知日性角化病 这个也挺有趣的 跟刚才说过的斑都有些少不同 刚才说到雀斑 太阳斑 赫尔蒙斑 其实我们摸上去 自己的斑 其实都比较平一点 就是不会凸起的 但是如果说老人斑 或者知日性角化病 其实就会凸起的 摸下去就会凸凸凸凸凸 另外呈现的色素 无论是啡色或者是黑色 都会比较深一点 这个其实就是知日性角化病 其实治疗的方法也不是 虽然它凸起 但是也不是真的那么困难 那到出现了色斑之后 其实是否永久都不会退 会不会随着时间慢慢减淡 都很似乎究竟是哪一种的色斑 如果说到最简单的雀斑 就是当春夏天的时候 我们晒多了紫外线的话 引起的雀斑的话 只要适当的防晒 其实大部分的雀斑都会淡得很好 都不需要太多的治疗了 但比如太阳斑 荷尔蒙斑 或者刚才说到的老人斑的 智日性角化病 一般如果没有去治疗它 其实它通常维持的时间都会比较多 另外如果你防晒 不是做得再好的话 有机会会加深了 嗯 那晒得多呢 其实久而久之 我们不管那些斑 是否都没有什么问题呢 当我们接受紫外线过多 我们不是担心色斑 因为色斑也是一个外观的问题 但我们最担心就是 当我们接受了紫外线过多的话 其实有机会引起皮肤癌 其中一个就是黑色素瘤 有些时候病人就会和一般的简单的 外观上面的色斑都混淆了 如果我们看到有些不规则的陈块 特别看下去 颜色不均性 很深色 或者边界不分明的话 我们其实要担心的是 黑色素瘤 就是一种皮肤癌 就不是在想一些简单的色斑 那我们讲一些简单的口诀 就叫ABCD 那ABCD是一个口诀 帮我们记得四点 帮助我们了解 这个黑色素的色斑 究竟是比较安全 还是要多加观察 甚至乎早点去化验它 那A就是Asymmetry Asymmetry就是一个不对称性 其实是一个色斑的形状 如果是圆形 桌圆形 这些就是Symmetrical 这些比较好的形状 如果是不规则的话 我们就称为Asymmetrical 那它那个危险性就会高一点 B就是Border Border就是这个东西的边界 就是那个色斑的边界 和正常皮肤的边界究竟是否分明 如果分明的话 就代表那个良性的机会会高一点 但如果边界是很模糊 或者我们找不到边界的话 我们会担心多些是黑色素瘤 或者一些危险的情况 如果C就是Color 那很多病人就问 究竟是不是深色还是浅色 就是深色衰一点 浅色是好一点 其实不是这样 是说那一块色斑 究竟它那个色素的分布 是不是分明 如果色素很分明 整个黑色 整个啡色 整个灰色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同一个色斑里面 一片片的 有点深一点 有点浅一点 我们就说Heterogenesis 我们就说 不规则这样分布的话 它是坏的机会就会高一点 Color就是说 究竟是不是统一的颜色 D就是Diameter Diameter就是圆周 意思就是大小 究竟那个色斑 在短时间大了很多 还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变化 这个不难理解 如果很短时间大了很多的话 的确我们担心坏的机会就会高一点 如果十几二十年 或者很多年 根本都没有变化的话 我们就会安心多一点 如果这四点ABCD 我们看到一点或者以上 都不是很合适 或者觉得不是很好的话 我们会觉得会给一个名字 叫非典型黑色数字 如果看到 刚才一点或者以上 不是很好的黑色数字 可能都请教医生 究竟这是一个简单的色斑 还是需要多加观察 甚至化验 去排除一些不好的细胞 这个都要很小心 另外 有些病人都真的出了色斑 都真的想减退它的话 其实都有不同的方法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透过局部涂查的一些药膏 可以帮助得到我们 市面上 有很多五花百门的成分 都报清自己 可以帮助我们减退色斑 但真正 有些医学的研究 或者有些证据帮助我们 减退色斑的成分 包括了 譬如维他命C 维他命A的药膏 另外一些药膏 包括了 杜娟花酸 比较强一点的漂白药膏 但可能带有轻微的刺激性 就叫做 对本二分 这些物质 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减退色斑 不过 很多时候 都要根据医生的指示 先使用 刚才提到 有部分 都具有轻微的刺激性 如果影响了我们自己本身的皮肤 又或者我们本身 都是比较敏感 都不适合的话 医生就未必会开给你了 但是 如果用了色 就是我们防晒 或者用漂白药膏 减退色斑的药膏 都帮不了我们的话 另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就包括了激光的治疗 市面上 都有很多防晒的产品 你会怎样教大家 可以怎样去分辨 如何选择 市面上 里面有很多五花八门的防晒产品 其实很多牌子 很多不同的物质 我们都很混乱 其实最重要 并不是牌子 或者它们标榜的成分 最重要就是防晒的能力 因为阻挡UV 阻挡紫外线的能力 如果说紫外线 最重要就是阻挡了UVA和UVB 这两种都会有效 很强烈地引起我们的色斑 当我们没有塗防晒 一个正常人 可能在烈日当空 12点到3点 即是没有暈的时候 我们就去晒太阳 可能大概2到3分钟 我们会晒红 晒伤自己的皮肤 即是太阳的时候 但如果你塗了一个防晒箱 这个防晒箱的SPF 度数可能是30度的话 即是我们有30倍的时间 不会晒伤 晒红皮肤 刚才说到可能是当 3分钟会晒红皮肤 如果塗了SPF30度的一个防晒箱 就有30倍的时间 不会晒伤皮肤 你想想 3乘30 即是大概90分钟 有一个半钟的时间 我们不会晒伤皮肤 即是说 当我们过了1-2个钟的话 其实防晒箱的效力也会减低了 我们就需要補这个防晒 这个SPF就是一个阻挡UVB的能力 但你也不要小看 除了UVB之外 其实UVA也会引起色斑 甚至引起皮肤癌 有另一个指数 去帮助我们量度的防晒箱 阻挡UVA的能力 阻挡UVA的能力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数 就称为PA值 这个PA值是一个加号 代表它有多强 一般我们就说 可以帮我们有效地 预防色斑 或者预防皮肤癌 就最少2个加以上 刚才说到的SPF 一般我们最少就是30度以上 所以当我们要买一些 防晒的产品的话 最简单就是 SPF要30度以上 PA值要2个加以上 才能帮到我们 另外 大家也要记得 刚才说到的SPF 一个时间的倍数 就是过了若干的时间 可能一般是2-3个小时 就要再补防晒 否则防晒的效果 不能够维持 都想问一下小迷思 有些人说 可能在室内 例如我们现在这个环境 其实都可以不用塗防晒 是否真的 那也未必完全是真的 都很视乎室内的灯 例如我们在录影厂里面 都记得灯 有些灯 我认为LED 或者其他灯 都未必真的累过了紫外线 有机会这些灯里面 都有紫外线B 紫外线A的话 其实都有机会 令到我们有色斑 甚至乎长期的照射 太过分的话 有机会人体皮肤癌 所以都要视乎 如果我们自己 真的很讲究的话 可能买些 累过了紫外线的LED灯 或者这些光学的耳气 就会好些 但是如果真的 都常常常都要 在这些比较光的地方 工作的话 可能室内都要塗防晒 好 今集很多谢陈医生的讲解 今集节目时间就够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我讲解 我不行了 我认输了 想要跟我赌? 嫌命真相 怎样 不过香港人 也有些多长命 要维持退休生活质素 就要确保退休之后 继续有良出 市面上有不同的退休理财工具 例如是股票,债券 给大家选择 其中年金 可以帮大家自制长良 那就算多长命 也可以保持享受享受世界